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污车冲进医院 先抬下来的是满头鲜血的男子 但医护人员持续抢救的是一名六岁小女孩 母亲脸上沾油血迹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医护人员还抱着一丝希望冲出来 沙尼 扶着你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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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坡 连日来遭到俄罗斯军队进攻 这名六岁小女孩遭到波及身受重伤 送进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医护人员手中忙着按压氧气 难言愤怒 小女孩的父亲伤势严重 也被抬进手术室 只剩下母亲茫然的在医院走廊上整理破损医务 医疗团队最后没能抢救成功 一条小小生命就此消逝 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多个方向的夹攻 双方激战多日 而普丁为了所谓的正义 牺牲的是无辜孩子性命 暂时新闻 众美好报道